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四村还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鬼节 相传农历七月十五是地藏菩萨生日 菩萨大发慈悲 鬼门关大开 恶鬼道的孤魂野鬼尖叫而出 享受一年一度的人间普度 天色刚晚 于四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放着长条凳 摆上简单的祭品 主妇们手捧香火 环周功拜 口中念念有词 祈求孤鬼好兄弟们 一年四季多加照应 秦广这一晚 独自在各家各户的门前徘徊 母亲死去后 素来不敬鬼神的父亲 更加无禁忌 没有准备今晚的普度 秦广看着一家家的小孩 在门口等待祭品的兴奋目光 不禁使劲地咽了下口水 天一黑 好兄弟们就会到了 小孩们被严令待在家里不许出来 秦广转过了几条街 黑暗中 到处瑟瑟着红红燃着的香火 在一户人家的门口 秦广看到几个脸色苍白的人 围着祭品狼吞虎咽 不时发出痛苦的呜呜声 秦广刚走上前 就被一个人推了开来 那人瞪了他一眼 吓了一跳 赶紧跳开了一个位置 其他人纷纷躲窜开去 秦广看了看祭品 犹犹豫豫豫地拿起一个梨 咬了一口走开了 秦广刚一走开 那群人又轰的一声围上了 比刚才更为凶悍地抢了起来 大街上 到处都是围着祭品的人群 而且人越来越多 挤不上地乱哄哄地 跳上了别人的肩头 搭起了人墙 喉咙里发出了咕咕的哀笑 秦广看到平时熟悉 而吝啬的乡亲 在寄桌前站着 脸色平静 不加制止 秦广大着胆子 一路上吃过去 每次他走近了 那堆人都一哄而散 场面越来越混乱了 有些人打了起来 手臂内脏被扯了出来 满天飞舞 有些人嫌吃得太慢 把头提在手里 一只手往脖子里 拼命地塞着东西 秦广突然感到一种熟悉 而又说不出的感觉 恐惧地涌上心头 一步步慢慢往街角退却 突然 一只手温和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吃完这一顿 你也差不多该离开玉寺村了 秦广彻夜无眠 第二天 秦来望骂骂咧咧地 将他从村口的槐树下 揪了回去 而大部分玉寺村的村民 则惊恐地看到 很多祭品上 有一些小小的牙印 这在往年是看不到的 好了 今天的鬼故事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明晚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片 tournaments 诱咐